哈囉 大家好 我是Pol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盡情買的彩妝 然後 基本上都是 就是這次週年慶我買的一些東西 還有我在開架就是逛到覺得還不錯的商品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好 首先第一樣是我在LORORMACHE買的東西 我買了一組特惠組跟一盒眼影盤 然後 特惠組就是 就是 組合你的內容有 就是這個蜜粉 柔光 這個 柔光透明蜜粉 這很有名 應該不用多說吧 就是 它控油能力真的很強 我這幾天都有用它 就是 因為我這只是 我體脂很容易出油 然後我上氣墊粉餅的時候 我就會直接 就是 定妝體脂骨位 然後這邊就還是會維持它 氣墊粉餅原本的光澤 它的定妝效果真的非常的棒 然後也很薄透 然後就是 不會讓你感覺到有蜜粉 就是它是透明的 對 這個很薄 好 然後 組合你還有 這個 幻顏寧露 然後它有一個大的跟 就是 組合是大的 然後它有送小的 這個 大的我還沒 小的我已經開起來用 可是大的還沒 我好像都是拿一樣的嘛 就是 我是拿一般型的 就是 我是拿一般型的 對 兩個都是一般型的 然後我看網路上有人說 它會有臭味 但我覺得 還好 就是 它的味道是我還可以接受的 可以這樣 然後就是 我現在開始用這條 就是我現在在上妝前 偶爾會使用這條 然後我覺得它 我覺得它非常的 就是 很保濕 就算我是拿一般型 但是它還是很清透 然後上底妝之後 也會讓 就是你在上底妝的時候 也會更服貼更舒服 這樣 裡面還有 這個粉撲 就是跟這個蜜粉的粉撲 可是 我覺得 它很有趣的是 它這個粉撲比蜜粉大 看到嗎 所以它根本就放不進去 就是我還沒有用 我現在都是用刷子 就是用它 還有 Tops DONE的小樣 這個是 迷你角質調理霜 然後就是去角質的 那就是小小的一罐 差不多就是我四次的大小 還沒有 然後 我這次去RORORMACHE 除了要買 最主要買妝粉以外 我還有 就是想要適合眼影盤 然後 然後這個是 雨後巴黎岩彩盤 這好像是他們 春天 今年春天的起品 可是 它就自己在特會 就是 它是限量的 然後 那時候就看 DM都覺得很漂亮 我也沒有多做功課 就去買妝粉 裡面是豹紋的 然後這個岩彩盤 因為我已經有用過 所以它有點 上面沾一隻 很漂亮吧 很漂亮吧 但它這盒是 嗯 主打可以畫煙燻妝 啦 這個 12345678 嗯 然後上面這排都是霧面 上面這排是 就是 珠光滿明顯的 這個 我試在手上給大家看 我最近有使用它 但我就是 它顯色度非常的好 只是 就是 妝感會看起來比較濃一點 就是 如果要畫陰性妝的話 技巧還是要拿捏比較好 拿捏好 技巧還是要拿捏好一點 才不會讓整個眼妝看起來髒髒的 再來呢 是 這是我在 MAKE UP FOREVER買的東西 我最主要的話 就是買 這個 這個是 很久親膚霜 用水粉霜 是這樣 我上一支影片 就有做實測 然後我把它放在 這裡 是這裡 反正就是上面會有一個 資訊卡連結 然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它就是 質地非常的薄透 然後 很清透 就是 讓你 感覺不到你有上妝 然後延展性非常的高 我上次上妝的時候 皮膚狀況比較不好 所以 你還要再另外做遮瑕 不然的話 那些痘印都還是看得到 對 但是我非常喜歡 它上上去的時候 那種 很舒服的感覺 又不會黏黏的 這樣 我還另外買了 就是 他們的 STEP 1 紫色的跟保濕的 這樣 對 這個是紫色的 就是它可以修飾你皮 原本皮膚比較黃的膚色 體量蠻多的 那時候上這樣 一半 然後就覺得 嗯 這邊臉直接亮起來了 然後這個就是保濕的 我會把兩條混在一起使用 然後在上底妝前 就先擦 這個是 有一條是 另外買 其中一條跟 就是一條跟這個 還有 它是一個組合 組合裡面還有這個 這個 它們的冷霜 的 小亞管狀 這樣 也是跟五十指一樣 然後我那時候在櫃上試用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有沒有上底妝嘛 然後他先用這個幫我卸妝 這是一個卸妝霜 然後 超舒服的 也是 冰冰涼涼的 然後你就覺得 就很舒服 然後好像同時有達到保濕的效果 然後就直接上底妝 然後我就直接試用這個 這個組合裡面還有水粉霜 用的這個海綿 就是切膠海綿 我還沒拿起來用 這個組合裡面還有 送這兩個 防曬乳 也是很小挑的 然後它有 SPF30PA++++ 高效防曬隔離乳 然後它會潤色 一點點 有一點點膚色 這個的話就是 這個水粉霜的明明版 只是 我水粉霜色號是拿 225 Y225 這個 它給我 應該是因為 它本來就是 湊好的 所以是Y235 就是比我原本 顏色還要 原本的膚色還要暗 蠻多的 所以 我應該 如果知道 我試用它 這樣小小的 有沒有想說 旅行的時候 可以帶出去 用很方便 其實 色號的話 我不確定 這樣子 我還會不會用它 然後我在MAKE UP WHEREVER買的東西 因為它就是 那個組合裡面 就有這個 小小的 它應該是化妝包 它應該是化妝包吧 只是 我覺得它化妝包 裝飲品 好像有點 寡 因為它是扁扁的 然後打開是這樣 裡面也很漂亮 都是 這個 然後 我 我一直在想 它可以裝什麼 結果 它跟我的Mini 根本是 天生絕配啊 所以我應該 真的會把它拿來裝 我的平板 它的 就MAKE UP WHEREVER的 買了正你 然後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好髒喔 應該Forever的買了正你 是這個 就是 大的 它真的蠻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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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要貼另一邊這樣 喔 這邊怎麼這麼髒 我剛剛 其實放在櫃子上了耶 要想辦法把它清掉 然後其實這兩個就是 是一樣的啊 一樣的那個 圖案 上面寫 Life is a stage 然後後面就是一個嘴唇 跟下面有 MAKE UP WHEREVER 是一樣 我真的覺得 這個很漂亮 然後 啊對 裡面是這樣 一樣 是這個圖案 但是它裡面沒有夾成 只是這裡 這邊還有一個 小拉鍊 這個可以放手機嗎 應該是吧 小鈴錢包 之類的 一邊有拉鍊 然後它是這個 石扣 好 合起來 好 這個很漂亮 我還沒有用過 它只是放在櫃子上 放這邊 再來呢 是我在蘭蔻買的 激光萬白氣墊粉餅組 然後這個組合是 它是一個盒跟兩個瑞 跟 就是一個 它們的小 也是試用品 超水眼保濕碗 動模 這個我還沒有使用 切粉餅的話 我也還沒有用 然後 它這個盒子是跟 Sonia Rekyll 和聯名的 彩色 都要把 打開看好 然後裡面還是空的 就我還沒有裝它的 粉餅下去 我這次拿的是 一個是 無瑕的 一個是清透的 它說 我可以交替這 是 它說我可以交替的使用 可是我應該也不會一次就開兩個 下去用 我很期待可以趕快用它 這樣 然後這個 凍膜的話 我 我有它們這個系列的 我有它們這個系列的化妝水 然後也是有點凝凍的那種感覺 但是它推開以後 就是直接化成那種 就化妝水 也很舒服清爽 這個保濕 效果很 好香喔 媽媽的味道耶 這樣 好 再來是 再來呢是去MAK買的東西 那因為 我也是買一個組合 只是我只有拿到 這個唇膏 就是 零色差這一支 我等一下再介紹 其實這個組合的話 是 因為這個組合的話 它是有一個腮紅 一個潤唇霜 欸 唇部打零膏 跟 就是零色差 還有兩個 就是這個 眼唇卸妝 跟一個 定妝噴霧 然後 然後 我媽那時候想要買腮紅 所以我們就買了這個組合 然後 因為 唇部打零膏的話 我有了 我媽也有了 所以那支我就送給了我妹 然後 這個 就是我只拿到這個 跟這個 眼唇卸妝 喔 因為我們蠻想要定妝 毛很低 好 零色差的話 我那時候 因為台灣它是說 10月上市 可是我有收到DM 所以 那時候泰州的大嶼買貴 已經有了 然後我就去試用 貴姐人好 它幫我上了很多顏色 就是我那時候想要找 偏 秋天的妝容可以使用的 就是偏 秋冬的顏色 日式主打它 這個盒子的顏色 跟裡面的唇膏顏色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零色差 就是 可是我那時候試了很多支 它就是 上在我的嘴巴上面 跟這個管上面 顏色不太一樣 可是因為我唇膏有 本身顏色 就比較深一點點 然後 所以它沒有辦法 完全的蓋過去 所以後來 我就選了這個 咖啡色 所以它雖然看起來 就是感覺 出起來就是 會是咖啡色的 就是 這支的色號是 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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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O.N.Y.S.U.S. D.I.O.N.Y.S.U.S. 這是我現在嘴巴上面的顏色 這個是我果查 可是我覺得它的缺點就是 因為它的弧度只有這樣 我很難 我很難 就是 難用唇膏就直接把它上得很完整 我一定要用唇膏 所以我補妝的時候會比較很方便 補妝的話可能就是點在 裡面 然後 再用手指機去把它推開 然後它的 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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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持久都蠻好 拖起來雖然是霧面的 但是也不會讓你的嘴巴很乾 可是我上唇膏之前一定要用護唇膏 這樣子 但是你整個唇妝會比較完整也比較好看 對 就是 蠻喜歡的 我這次還沒看部落客 就是 我還沒有看到很多部落客推薦 但是我覺得這個色號真的非常漂亮 你可不可以去櫃上試試看 MAC的話這個眼唇卸妝 小的 那天有用過一次了 然後就是 敷個30秒拿下來 就是整個眼妝幾乎都卸得蠻乾淨的 但是我還是會再輕輕擦拭一下 讓它比較乾淨一點 這個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因為我還沒有使用很久 最後的 中年輕我買的東西是那個 切爾式 東偉銜 因為我去的時候已經有點晚了 所以它已經沒有組合了 就是 我原本想要買一組 我是在大園白買的啦 我想 我有在想要買 毛棚隱形組 就是那個 白泥面膜那一組 還是 金盞花化妝水組 反正最後我是單買 因為它其實單買的價格 因為中年輕的時候它單買的價格大就成 跟它組合的價格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送一些小樣的東西 試用品 這樣 對然後 所以我後來就直接單買 我買了一盒 我買了這個 這個是 冰和糖蛋白 冰和糖蛋白保濕霜 跟 一個 跟金盞花化妝水 因為我之前用 我家裡用的那一罐金盞花化妝水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金盞花化妝水跟金盞化妝水 金盞花的泡泡妝 跟這個 我那時候去櫃上的時候 他跟我說 我那時候去櫃上的時候 他跟我說 要等到年底喔 然後我想說可是我是真的很缺 而且我禮券 就是我買的Mega Forever其他用禮券 還有蠻多的 所以想說直接買掉好了 然後我就 而且我本來就有缺啦 我不是硬要買 我本來就很想買保濕淡保濕霜 反正櫃上只剩下這個 然後他就跟我說都要等到年底喔 這樣 結果我昨天就收到簡訊說 就是貨已經來了 好險我有的 等一下就要去拿貨 我還沒去拿 呃 啊 再來我要介紹就是 最近去去層次的時候 我看到的一些 不錯的鎧架彩妝 好 那第一個畫是這個 Integrate新出的這顆EM彩盤 然後這盒的色號是 BR703 他真的超漂亮的耶 是我中間這個主色 是我最喜歡的那種綠色 接下來還有他們的 就是 也是這次的那個 指甲彩 這一個是 BR708 我忘記他們有一個 下面會有一個很可愛的名字 忘記這個名字是什麼 然後他擦起來的顏色就是這樣 他擦起來的顏色就是這樣 看這個 就是差不多 另外的話就是他們的基底油跟 TOP COAT 反正就是它是主打 兩個用法的 你可以先上一層 然後再上一層 對 就會有這樣子的效果 再來是這個 MISSHA MISSHA跟LINE聯名的 紀念粉底 然後我買的是熊大款 熊大是 無瑕的 然後沙莉的是比較保濕的 覺得沙莉的超可愛的 可是 我怕我用在臉上 因為它是比較保濕 我怕我到時候會買面都是一層光 燈 然後 然後 這其實是我的第一個 開架的紀念粉底 給你們 裡面是這樣 超可愛的 欸 那眼睛在翻滑欸 很可愛吧 已經開啟 開始用了 就是這樣 這是很正常的一個紀念粉底 然後它這個粉撲上面也有熊大 我的色號是白細色 它只有兩個色號 一個是白細一個是紫色 然後我想說 我冬天應該會變白吧 我就買了白細色 但我 剛剛使用的時候 我想說天啊 怎麼白成這樣啊 就是 一回來放在拍臉上的時候 我嚇到完全 就覺得妝感很重 可是後來它慢慢的消進去 就是吸收進去皮膚裡面之後 它的妝感就變得比較自然一點 可是我覺得它有一個缺點 是它補妝的時候 沒有辦法 就我覺得它補妝的效果 就是 可能沒有那麼好 就是我可能感受到它 臉上補妝這邊補妝的話 這邊就一塊一塊的 依這樣子的價格 我覺得這樣已經非常的 超值 因為它出了一盒一蕊 它裡面還有 它有一個蕊跟一個氣煙粉粉 就是 這樣子 500塊有找 甘心 所以我就買了 不過它真的很可愛 再來是這個 IOPAY的氣墊粉餅 我 從去年開始 氣墊粉餅 都一直都是用IOPAY的 只是 夏天的時候 我都不會用氣墊粉餅 我夏天都是用粉餅 我去年冬天的 氣墊粉餅就是IOPAY 我也用掉蠻多 BRAID 然後這次 大家應該都知道 10月號的雜誌 是 它附贈的是這個 200塊一本 就有一個這個 好 所以我家那裡很想像 還買得到 色號還是 就是我 就是剛好 就是我原本的那個色號 只是因為 我的 IOPAY的氣墊粉餅 是舊款的盒子 它這個聽說 舊款盒子是裝不下去的 所以到時候 我還沒開來使用 到時候 就是 在想辦法 如果真的沒有找到 適合的盒子 我應該就會用 假的一切把它用起來 只是就是要盡快地使用完 最後呢 是我後 用剩下的禮券去買的 五陰良品 這個是原色的化妝棉 然後180度 而且它是 袋子是夾鏈 是夾帶 很棒耶 這個是夾帶 我 它有兩個size 一個是 比較大的 一個就是 就是這種 那種小小的 那種 這麼小 然後它有四個合在一起 試試 這個一條 是四片 然後這樣 180度 然後 它跟白色的那個的差別 就是白色那個是漂色風的 我那時候還問店員說 哪一個賣比較好 他說兩個都有人買 價錢也差不多 我還買的另外一個化妝棉是這個 這個是 敷面式化妝棉 有60片 他說 在輕拍過化妝水後 可以直接使成四片 直接當面膜使用 就是 就是濕的 濕的化妝棉 你這個 這樣子 這個比較貴一點點 但也還好 除了化妝棉外 還有這個洗面子 這個 溫和去角質 無印的 溫和去角質洗面子 這條我之前就有用過了 然後就是我上一條 就是 搬家的時候 那時候 底部也發霉了 我就就把它丟掉了 然後真的很好用 可是我不建議每天都使用它 因為它是有顆粒的 然後 他說 無香料 無色素 無礦物油 無酒精 就是 它是有顆粒的 然後可以幫你去角質這樣 但如果每天都洗用的話 你的角質就會被破壞掉 所以我大概 就是一個禮拜洗個兩次 這個吧 嗯 那因為我之前的 這是我剛剛說 倩幣的 我剛剛有說嗎 應該有吧 但是我原本的化妝 就是 那個就是 洗面乳 我原本的化妝 洗面乳 是倩幣的 散布皺 然後 另外一罐 離婦保水也用完了 所以我又買了一罐 新的洗面乳 是這個 離婦保水的 多羅安泡沫洗面乳 因為我本身的膚質 真的非常非常敏感 所以只要用到 不好的 就是 洗面乳啊 或是比較刺激的東西 然後我的皮膚就會開始 紅 中 癢 真的是紅中癢 所以我一定要用 皮膚保水的 或是癢癢的 然後 這個 多羅安系列的話呢 它是 它是 它是適合給 更敏感 就是皮膚真的很敏感的人使用 那 但它價格也比較高一點 我一開始還想說 這麼一條 小小我很快就會洗完了 可是 我後來第一次用的時候 我發現它的那個 就是擠出來的 非常的細 擠出來的那個 擠出來的那個 擠出來的 擠出來的 擠出來的乳體非常的細 就是可以一點點 然後就可以做出很多套 就是這樣 所以等於是我近期買了 這兩個甜麵乳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這次的 彩妝購物影片 那 如果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不要忘記 幫我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喔 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說一個故事 就是那時候我去買故事的時候 他對一個女生 他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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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2的板子 然後說 他剛買了東西 他問我是不是有要消費 因為他看我籃子沒有東西 然後他說他想要用 銀券跟我換現金 因為他真的沒有要在消費 然後還有一千塊 他不知道怎麼辦 我想說 如果是我的話 我禮券沒有用完 這樣子放在那邊很浪費耶 所以 而且如果有人願意跟我換的話 我應該會很開心 我說那我給你換兩百塊 然後結果後來 我在拿錢的時候 他跟我說 你這不不都買一點嗎 然後最後我說好啊 幫我給你買四百塊耶 可是最後我自己去結帳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有四百塊的禮券 所以我去結帳的時候 我還有四百零八塊 等於是我又有四百塊的禮券 心裡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我想到我妹的生日快到了 所以我想說 不然就拿那個禮券 我妹想要的那雙鞋子送她 但是我還在買 他看到影片都想要我 好 再來就這樣 掰掰